- 尺寸 - 尺寸 - 尺寸 - 男孩子是這樣子就掉在... - 保姆在檢察官面前模擬當時 - 把9個月大的女婴 - 抱在105公分的高度重摔地面 - 這一摔害女婴腦部嚴重損傷 - 加油 手手捏 - 伸出來啊 - 你可以的啦 - 趴在床上 - 左半邊的身體幾乎不能動 - 到醫院復健更是痛苦 - 爸爸 小妹妹扶着治疗师 跨出一步就痛到大声嘶吼 就算现在已经三岁了 还是无法自己走路 台中地院一重伤害 判真名保姆三年六个月徒刑 但是保姆不满上诉二审 便称自己不是故意的 还说女婴的伤势 没到重伤害程度要求鉴定 被害又同又掩饰神经萎缩 确实是很难治疗恢复 所以判决被告 故意对儿童患伤害 致人重伤罪 一审法官认为 追名诚信保姆如果不是故意 怎么会把监视器画面删除 也认定小妹妹的眼睛 已经达到重伤害程度 现在二审还在审理中 小妹妹的爸爸气得痛批 都摔成这样还要鉴定伤势 难道三岁的小孩会演戏吗 不满司法太重视 加害者人权 散新闻中部综合报导